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还有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请看 以一 无上菩提为目标 分二 丙一 福聚施与众生 丁一 回向菩提 丁二 回向实际 丙二 念念不舍有情 好 现在看幻灯片 刚才讲 福报 善福 要有善心 善根而生起福报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来福堂拜 他福报不一样呢 答案心不一样 第一个 从这里知道 要福呢 要施予一切的众生 第二 念念要不想一切的友情 这是他两个重点 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福报 什么叫功德 新加坡很多联友 福报跟功德都分不太清楚 专心听 听过的人 专心听 没听过的 更要专心听 我们在来面 哎呀 你功德无量 什么叫功德 哎呀 你很有福报 你这个人很有福报 什么叫福报 其实你没有好好去想一想 举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联友供养我 一盘水果 举例啦 我又不是暗示你要送我水果 专心听 举例 有时候联友送我很多东西 其实不需要 比如说有一个联友供养我一篮水果 我当然很高兴 我就会说 好 法师请帮我拿去供佛 供完佛以后 当然他们很客气 切一个给我吃 可是有些水果呢 因为新加坡很热 过几天呢 就容易坏掉 对不对 那在没有坏掉之前 我就会切下来给大家吃 对不对 所以人家给我水果 我水果可以跟别人分享 这个叫做福报 了解吗 所以福报有物质的福报 有非物质的福报 你住得好 你有衣服 有钱 有鞋子 这是你的福报 但是你只有两个脚嘛 为什么要穿这么多鞋呢 对不对 家里一打开柜子 二十双鞋 所以三双以上 你就送别人吧 所以新加坡联友啊 其实你很好过 你不要说日子不好过 为什么 你太贪心了 要买三十双鞋 二十个包包 还有二十顶帽子 那当然很难过嘛 所以你只要有三双 鞋子有不同的功能 球鞋 凉鞋 拖鞋 三双不够 五双以后 你就可以不吃了嘛 小朋友我们 生日的时候 都会给他什么 Teddy Bear 对不对 小熊威尼 威尼的扑 对很好啊 你是关好小孩 但是我也建议你的小孩 三个娃娃玩了以后 第四个就全部不吃啊 不吃给贫穷的人啊 所以福报 就代表 有形跟无形 可以与众生分享 这叫做福报 比如说你有旧的衣服 可以去捐给全世界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 你今天有好的东西 可以跟别人分享 这个叫福报 我刚才讲 有形的跟无形的 有形的钱 物质 衣服 乃至于你的电脑 iPod 旧的 你也可以送给别人 你可以跟他分享 什么叫功德 功德在这里 戒定会 功德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梁武帝问他 正建了很多很多的寺庙 多了很多出家人 有没有功德 他怎么回答 答案 毫无功德 梁武帝非常生气 可是梁武帝其实问错了 他应该问 正有没有福报 假如 他问说 正有没有福报 梁武帝一定说 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你福德无边 后来我去查高生状 梁武帝自己很通经论 他甚至也读《般若经》 他还可以深作奖经的 可是他执着 看得到的 以为是功德 看得到的不叫功德 功德是什么 解定会才叫功德 师父可以把我的东西 跟你分享 比如说我跟你分享什么 分享我的智慧 我用我智慧做了这么多的讲义 请海印骨子的义工 帮我列印 装定 我的智慧可以跟你分享 可是我的功德 没有办法跟你分享 假如我可以跟你分享的话 那很简单 我现在观想一下 我变章鱼来 每个人变拿一个USB来 接着 发光 那就不用讲了吗 那不就通通回去了吗 所以各位 福报跟功德是不一样的 了解吗 功德要靠自己修 戒定会 就这样再举一个老师 例子 老师在上课 他可以教所有的人 都可以要读书考试 可是考试要能不能通过 还是要你自己用功啊 对不对 所以注意听 福报可以要常常分享给一切的众生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在座我们可能两三百人在这边听经 我们可以跟他分享 那假如今天没有来的人呢 若不在新加坡的人呢 我们怎么跟他分享呢 现在呢有internet 有对不对 有网站 有website 可以分享 还有呢 你知道 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银行 国际银行 我随便举例 Citibank 或是HSBC Bank 你可以什么 国际汇款呢 international transfer 对不对 你从这里一捐款 到非洲做慈善事业 联合国他就收到了 那怎么来呢 透过科技 其实我们的心也像科技一样 所以接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 你怎么样跟一切其他国家的众生分享呢 答案要透过发愿与观想 请写下来 发愿与观想 在107页 你怎么样丙衣 扶具 师与众生呢 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 你要在其他国家的众生 美国 或是像现在 比如说日本大地震了 或海啸 我们当然很难过 当然有人会捐钱啊 可是呢 我如果没有钱 那我可以关心他呢 答案是可以的 透过发愿与观想 你透过诵经念佛与回向 他一样可以得到功德 所以可见 福报现在就不单单是指有形的 福报也有无形的 了解吗 那什么是福报无形的呢 各位可以想一想 才华 能力 智慧 这些都是 无形的福报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只是举例 比如你现在用电脑 你知道了日本大地震 你很想帮忙 你可以email给很多很多人 现在大家email都 一过来一过去 一过来一过去 当然你要先确定 它是真的跟假的 甚至你要确定 你捐出去的钱 是不是人没有吃掉 是不是日本呢 真正收到 甚至呢 他可以做得到 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就要公开赞叹 慈祭功德会 全世界 这个就是他的心量 了解吗 他有全世界的慈祭委员 而且他们训练得很好 没有一个人会吃一毛钱的 所以人家相信他 所以最近几年我看 全世界有很多的慈善团体 有三个团体进全世界联合国 第一个叫做 世界联合国世界展望会 第二个是呢 基督教的salvation 救世基金会 第三个是佛教慈祭功德会 所以我们也有心量 可以去救度很多很多的众生 答案是呢 我们有有形的福报 跟无形的福报 但你若没有钱 有心你能够发愿 观想 回向 他也会得到力量 虽然你可能没有捐面包给他 你没有捐衣服给他 可是你因为念佛 诵经 专心的祈愿 你会改变他的复杂的业力 而让他呢 痛苦减少 让他来生 能够呢 更快乐 了解吗 所以福教徒 对自己所学的 应该要有信心 不然人家问你 哎呀 对不对 现在大地震呢 你就在那里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到底有没有用 你还跟他讲 有用 不要怀疑 当然 假如你有能力跟条件 能够甚至到日本去 或透过网路 能够帮助他 那当然师父也很赞叹你 所以你就会发现 每一次全世界有灾难 地震 像前几次的 青海遇数大地震 或是呢 东南亚海啸 或哪一个国家战争 你会发觉 福教呢 都会做诵经法会 它是有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力量在哪里 心念的力量 还有发愿 跟观想的力量 了解吗 这是世相莫尼佛教我们的 请看下面幻灯片 丁一回向补体 好 在这个回向补体的时候呢 就让师父想到 请看幻灯片 玄庄大师 他在 玄庄大师很了不起 在中国去西天取经的高僧 他在最后一次断气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愿所作一切 邓昊 回向一切友情 玄庄大师是中国的高僧 他也是弥勒内院再来的大菩萨 他发愿生生世世跟着弥勒菩萨 学习佛法 利益众生 大家知道在唐朝的时候 对不对 他到中国来 然后用了生命 走了丝绸之路 西天起经 把所有的经文呢 翻到中国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读不懂classical Chinese 所以现代的人呢 都没有办法读古代的汉文 所以现代的华人呢 很难读去古代的这个经典 可是呢 他念念发愿 愿我一生所做的一切善行啊 只有一个愿望 回向一切苦难的众生 当他在世的时候 道宣律师 曾经是律师 他的戒律的功德 可以感动得到 可以看到天上的天人 他曾经问天上的天神大护法说 玄庄大师啊 修得怎么样 他说哎呀 道宣律师啊 你不晓得 玄庄大师啊 是多生多节修的 他在佛在世的时候 就是佛的出家弟子 他有大悲怨心 他跟中国人有缘 不但他这一生啊 修得非常好 因为玄庄大师 入灭的时候 六十三岁 唐太宗亲自拜他做国师 当他过世的时候 唐太宗哭了三天 说国家失怀了一个国宝 那他翻译的经典 现在都保留 这时候全国都国上 全寺庙都敲钟 为玄庄大师诵经 这时候道宣律师呢 也很感动说 哎呀 一代大师啊 入灭了很难过 他就问天上的天人说 你可以告诉我 玄庄大师修得怎么样 他说 现在的玄庄大师 不但是这一世 这样修到 他在过去九世 生生世世都是大菩萨 都是童子生 就常修清净犯恨 他生生世世九世 没有一天心是不精进的 而且他九世所积的功德 像恒河杀树一荡 所以他翻译的经论呢 一个字都没有错过 这是天人为道宣律师而说的 所以各位能够读玄庄大师的 翻译的经论都是很有福报的 那玄庄大师后来他火化以后 然后他的舍利谷曾经传到中国 中国很不幸呢 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曾经把玄庄大师的 头盖骨设立子 抢回日本 抱歉事实就是这样 那后来在中日 我们因为中国 中国跟日本曾经呢 有好过也没有好过 但是在讲中正 我们以前一位的总统在世的时候 中国佛教徒跟日本佛教徒呢 非常的友善 那这玄庄大师的舍利塔的头盖骨 自然裂了一片碎片 日本人就亲自送给我们台湾国宝 所以Welcome to Taiwan 在南投日月潭的玄光寺 有玄庄大师的舍利子 我亲自淋漓过 非常非常的庄严 你想想看 经过了一千多年 玄庄大师的舍利子都好摆留在地球 对不对 下面一张就是玄庄舍利塔的头盖骨舍利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能够顶礼到历代高僧 他的舍利子 代表我们要对他学习戒定会的功德 所以他断气地说 所做的一切功德 回失一切友情 好 接下来再看 请看经文 问曰 若如是 如是就从前面修 无量的六度波罗蜜界定会 那这样子的话 要经过一百节虚弥量的福报 都具足才能够成佛 那不是没有一个人就能成佛的意思吗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看大殿的释迦摩尼佛 都是百节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 佛都是多生多节修福修会 龙书菩萨的论点 接着上一次说 那假如要积很多很多的福报 很多很多的功德才能够成佛 那这样的话 不是我们都很难成佛吗 这是这个问题的意思 下面讲达约 请看一百二十六送 虽作小福德 此意有方便 于诸众生所 应其其攀缘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做小小的福报 举个例子 我们来寺庙点一盏灯 那它也有善巧方便 让你一盏灯 变成很多很多的盏 答案是什么 你的心要常常想到一切的众生 我刚才讲 发愿跟观想的力量 应其攀缘 就是你要发愿跟观想 而不是点一盏灯 哦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我的家婆身体不太好 你要保佑他健康平安 因为你只想一个人 你的心就这么小 所以你的功德就这么小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家婆虽然在新加坡很辛苦 可是现在日本大地震 有很多人死掉了 那你家婆还是很幸运的 所以你要想 除了你家婆之外 注意点 接下来你怎么想 全新加坡 医院有很多人 都在加护病房 全世界 每一个首都 都还有很多人在加护病房 甚至所有的众生 就像无量的大海水一样 很多人都很苦 这时候你点灯的时候 虽然一盏灯 可能不用钱 或一块新币 但是你的功德 是像大海一般 了解吗 就是我讲真话 所以真话会得罪人 所以师父呢 在讲经的地方 都鼓励 最后一天 点灯不要钱 让他们自己随喜功德 不要什么都是讲钱 佛教徒就是 什么都是讲钱 所以被人家看不起 佛教徒就是 什么都讲钱 让人家觉得很世俗 可是没有钱 也能成佛 下面我讲故事 这是真的 佛在世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不要出钱 你们不要误会 不要到时候讲完 也到去办公室拍桌子 这讲没智慧 我没有这么说 师父的意思是说 你除了有你的福报 你愿意捐多少钱 是你能力 最重要是你的愿心 跟观想力 假如你能够出一千新币 又能够观想力 又能够发愿力 当然你的功德就很大 你来生可能会当国王的 我没有说不要捐钱 六度波罗蜜 第一个就是不失波罗蜜 可以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你不要看我学佛25年 我从小学老师 一直每个月捐钱 捐到现在 对不对 我也做了很多的功德 为什么 功德是自己修来的 了解吗 我讲个例子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贫穷女 她很特别 她一出生的时候 手掌上有两个金币 她是很贫穷的人 可是她手就握着两个金币 然后大安家很高兴 就把这两个金币拿去了 拿去完了以后 待会她手又一打开的时候 又有两个金币 所以他们家的人 因为她手一直打开 一直打开 就很多金币 有一天 这个贫穷女 她们就很奇怪 然后她就去问释迦摩尼佛 说释迦摩尼佛 这个贫穷的女生 她家很贫穷 可是她为什么 一手打开了 就有两个金币 各位一手打开看看 有没有金币 有没有 你要拿ATM才有金币 对不对 Cash point 那佛在就说 善哉善哉 这个女生 在过去世 无量节之前 她很可怜 她真的很穷 她是一个捡乞丐的破烂 就是像你们现在讲 叫做recycling 就是环保一样 她根本没有工作 她就去厕所 或是垃圾堆 去捡破烂的东西 铁啊 纸啊 或铜啊 就去卖 那时候印度币 一天也最不过 卖到五块钱 或十块钱而已 然后她就这样养家活口 她活一个月 可是她很节俭 有一次她听到了 一尊佛出世了 她想 哎呀 佛那么尊贵 她听到佛出世很高兴 可是她想 大家都很有福报啊 你看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啊 都可以拿香花 灯果族啊 去供佛 也有供养衣服 也有供养食物 可是啊 我这么丑啊 我这破破的臭臭的 我真的很想供佛 可是我没有钱啊 那她就发了愿 好 我要去捡垃圾 连续捡一个月 捡了一个月了以后 我要换成两个金币 然后我要去供佛 希望佛为我说法 她觉得轮回很苦 所以当她生起这个念头 她每天的念头都想供佛 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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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一个月 当然她卖 把垃圾卖掉 买土地 去捡破烂 捡一些环保的木头 捡来以后就卖 那卖给别人的时候 还被老板骂 她心里都忍入 说没有关系 我不管再怎么苦 我就是要积两块金币 我要去供佛 过了一个月以后 她的确拿着金币 去供佛 然后这时候 文武百官都供佛 可是佛陀也接受 可是佛却走到她面前 善女子来吧 她一看到佛的时候 她就流眼泪了 她说佛我是很丑陋的人 她说不不 你的心很庄严 她说佛你今天有很多人 我可以供你吗 她说没问题 我第一个接受你的供养 这时候佛就献了神通 所有的国王都坐在旁边 就等 那她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佛王不接受国王供养 她说因为这个人的心 最真诚 我接受 那她因为自己穿得很旧 很破 她就这样走到面前供佛 她就发愿说 佛像好庄严 所有的众生都像我一样 在轮回受苦 其实我是没有福报的人 我也生活得很苦 可是我看到您啊 利益众生我很高兴 我的的确确 省吃俭用 积了两块金币 我供养你好吗 请你欢喜接受 佛陀说没问题 来吧 善女人 我接受你供养 结果她就把这两个金币 捧在手掌上 像我这样 捧起来 然后就供佛 一供佛的时候 佛放光 一神通 这两个金币 就往上旋转 然后就像三千大千世界的散开 就通通都是金币下来了 而且那下的金币呢 比国王啊 皇后啊 所有的金币都多 三千大千世界都下金币 这时候佛说 善哉善哉善女人 你的虔诚心 你积聚了一个月的善念来供佛 你的功德无量无边 将来你的一定会成佛 叫金花如来 佛就为她授记了 然后呢 佛就问她 善女人 你要出家跟我修行吗 她说 佛你愿意说我吗 我这么丑陋啊 我是个贫穷的 她说 佛性是没有 贫穷跟富贵的分别的 贫穷人 好好修行 也能成佛 富贵人修行 也能成佛的 所以她就跟佛出家了 然后她一讲完以后 她呢 身上的头发 就掉了 然后自然袈裟 就出现 善哉比丘女 一直呢 身身世世都 修行 所以 佛就说 释迦摩尼佛说 她全身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讲 这个故事告诉你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有钱才能学佛 答案是错的 没有钱的人 也能学佛 在你的心 当然 假如你有钱 又有心 那你会当国王的 从这里 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故事 注意听 佛又释迦摩尼佛出世 出世的时候 佛各位如果去过印度的知道 现在印度呢 是很落后的 对不对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呢 印度是非常的兴盛 那佛在恒河旁边说法 有一对老太太 老夫妇啊 他们也很可怜 也是乞丐 你知道吗 他可怜到 他家只有一块布 他们呢 上本身呢 是裸露的 女生也没有遮 他们只有一块布 而且是臭臭的 从垃圾堆里都出来 那他们两个呢 就住在家里 可是呢 要轮流出去 去垃圾堆 乞丐 捡人家丢下来的垃圾 而吃饭 那他先生出去的时候 太太就在家里 因为他们没有布嘛 对不对 裸体嘛 那太太住家 出去的时候呢 那呢 就先生在家里 可是呢 有一天 他听到邻居跟他讲 释迦摩尼佛 要来这个村庄弘法 他一听到释迦如来的名字 他们两个就感动流眼泪了 他说我们要去见佛 因为佛呢 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我要去见他 他说 老公就对着老婆说 老婆 我们什么都没有耶 而且呢 我们是naked的啦 对不对 就是呢 那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那很简单啊 我们就把这块破布供养佛吧 他说 我们的布呢 都不能遮两个人啊 我出去 你要在家里 你出去 我要在家里 怎么办呢 他说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两个连起来 绕一圈 用跳的出去好不好 他说 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他说这样跳一跳 他要在家里 一跳呢 不行 他说那怎么办 这样子吧 我们两个跪下来 我们上半身没关系 趴着 我们两个用趴着 我走一步 你就不拉一下 走一步拉一下 我们拉到佛陀的面前 然后我们把这块破布 是我们唯一的财产 供养佛陀好不好 他们想了半天 结果呢 后来释迦牟尼佛 真的来这个村庄 红法了 托波 然后呢 佛陀也接受 文武百官供养 那天有个大法会 他就知道 那因为他们是贫穷人 觉得很丢脸 没有信心 但他们还是 这样子爬 从早上一直爬 爬到中午 这样子爬 爬到佛陀的 说法的最旁边 然后他动个念头 说 哇 佛陀那么庄严啊 佛陀说法太庄严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佛陀 佛陀 你现在可以讲 停一下吧 接受我们的供养 好不好 这时候呢 佛陀听到了 佛陀说 善男子善女人 最后一位请上来吧 他说 他们两个就动念头 佛陀 我们的布太小了 他说你不用担心 佛陀一弹指 那块布就非常的大 两个人都就可以围住了 然后他们就站起来 就到前面 然后就顶礼 释迦摩尼陀佛陀说 佛陀我见到你很庄严 可是别人很有福报 供养你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唯一的财产 就这块破布 佛陀 对不起 这块破布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洗了 可是是我们 真的唯一的财产 我供养你 你欢喜接受吗 佛陀说 我当然欢喜 因为你是真心供养我的 他说真的吗 那我供养你以后 那我们两个穿什么呢 他说不会 因为你供养我 你福报现前 所以佛就一毯子 这块布 就拉了起来 变三千大千世界的 船方跟宝盖 然后所有的天人呢 就拿鲜花来赞叹 这个老公公跟老太婆 当然因为他供佛的福报 那老公公老太婆呢 身上 两个人就穿出贵族的服装了 了解吗 不是说没有钱就不能学佛法 心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看佛陀在世的时候 贫穷的人也度 富贵的人也度 佛是有平等心 我觉得各位佛教徒 希望我今天讲两个故事 告诉你 真心才是关键 真心要加上 观想跟发愿 你纵使在佛门 对不起啊 借一下一根玫瑰花 你今天的钱 可能只有一块心币 顶礼释迦牟尼佛 想到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很苦 我今天就只有一块心币 可是你观想着 一朵花变三朵变五朵 变无量无边朵 你成佛的时候 你的净土 全部都是玫瑰花 假如你不发愿 也不观想 对不对 你就这样插下去 当然也有福报 但是那个福报很少 记不记得 在《金刚经》里面 佛还说 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 他用什么 五朵花供佛啊 佛为他授祭啊 那五朵花代表得到 五方佛的智慧啊 所以供花跟点灯 都有他的功德 重点是在你的发愿 与观想 好吧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看到十点了 请各位回去预习 从一百零七页 请你先预习到一百一十二页 好 我会讲得很快 因为我们只有六天 六天我要把四卷全部讲完 希望各位联友 师父真的很用心 晚上都不疲不厌的 很少睡觉 我一个一个字标点的 希望你好好多读 若有问题 你可以提出来 那我会讲重点 那同样后面一篇文章 我不会讲 但是希望你好好读 所以佛教徒对于佛法 应该好好的深入 你抓到了修行的关键 你修一次的功德 胜过人修一节 因为成佛是很难的 可是释迦牟尼佛 修持 他是要讲到修持的重点 让我多说几句 假如你没有抓到修行的重点 虽然你也忙忙忙 当然很好 你总比坏人来讲还好 可是你虽然忙了很多 你没有抓到修行的重点 其实生命是很短的 对不对 在这么短的生命当中 而且你又跟每一个人 都只是24个小时 对不对 生命这么短 时间这么宝贵 那你怎么知道 在最短的当中 你累积了真正是成佛的资粮呢 那你必须深入经论 今天都是释迦牟尼佛教 龙树菩萨把它整理的 所以希望待会出门的时候 要常常想到一切众生 不要只想到自己一个人 你只想到一个人 你就是这么孤闹 你常常 当然这个也要慢慢练习 不是说我听完一张 好 我现在就想到 整个新加坡的人 没有那么快 你可能整个新加坡的华人 你会想到 马来人 我不喜欢他 还是不要想 印度尼西亚的人 我还是不要想 不要这样子 那你永远没有按照真正佛陀的教法去做 佛陀一灯能破千年岸 所以你要抓到修行的重点 了解吗 心的力量很大 还有观想的力量很大 发愿的力量很大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 再给我一分钟 我这个人是很酷的 我是标准狮子座 我常说 无碍无师 无更爱真理 我不太会像一般人 都是讲好话 只是捧你听的 因为我是一个法师 我很尊重佛法 所以可能今天第一天 就讲了像一个 像炸弹 砰这样的心 假如你听到不高兴的话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佛法本来就很殊胜的 圣人跟凡夫的想法 本来就不太一样 当然各位也是很有善根的 所以你才会来学佛 来寺庙 来上佛学班 但是佛法它是浩瀚如海的 所以希望不要因为听到 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 你就不高兴 你应该想一想 佛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们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苦口佛心 劝我们 当然我讲经都有经文根据 所以可能跟你现在看到的佛教 或现在所碰到的佛教 会有一点不同 那是因为佛教已经呢 在全世界弘扬 两千五百多年 这个世界有横河 杀树人都在修行 这个世界看天龙八部 对不对 诸佛菩萨 他们都在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见过佛陀 像以伟陀或是切兰 对不对 他们都知道释迦摩尼佛教的正法是什么 在天上的天龙八部 对不对 诸佛菩萨 他的寿命都比我们差 假如我们现在人间的佛弟子 所做的不是按照佛陀这样做的话 其实他是会流眼泪的 为什么 他在世的时候见过佛陀 他知道过去现在与未来 每一个佛教徒 不论在家跟出家 既然我们都想深信因果 你自己所做的东西 就要跟佛法如理如法 所以希望大家听到呢 跟你原来想不一样的时候呢 不要太难过 也不要生气 这就是法的功德力 震动你的心 了解吗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这样的话 你花了这么多的生命在今生修行 将来才会从六道轮回里得到解脱 你才会满你成佛跟求生净土的愿 假如我们也像世界人一样 假假的 假假的 那就一起假 就一起轮回 我想我应该不是这样的法师吧 所以请你包软我 好不好 当然我的个性是很真诚 所以要得罪你的话呢 请你多多包涵 这样子 搞不好你也会比我先成佛不一定 不过假如听到不高兴的时候 先不要生烦恼 震动了你的心 也应该想一想 你自己所学的佛法 是不是应该英文讲update 也要提升呢 这是这样 所以这次的讲座只有六天 我会很快的把第四卷尽量把它讲完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大家晚安 好 现在请翻开昨天的讲义 107页 昨天讲到福报跟你的心量有关 福报跟你的所缘境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要你观想一切 云云众生 好 请看幻灯片 首先跟昨天一样 观想自己背顶直 身体放松 先用听的还没开始 待会儿会叫你一起做 想什么呢 注意听 想 从自己开始想 我们对自己最了解 我们早上起来 刷牙的时候就看着镜子 哎呀 我今天帅吗 哎呦 又多了一个青春党了 对不对 怎么看我还是最帅的 对不对 所以没有我们镜子 其实只想到自己 待会儿呢 老公 我老婆呢 催你说 快点吧 你上班快来不及了 妈咪可能催小孩 对不对 Hurry up 快点 你不然上学又迟到了 所以你最多的只想家里的几个人 现在就像我们在座 讲经 听经的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联友 那我们最多的也只想到 海印古寺的联友 可是这样还不够 接下来 我要你想 坐着的时候 开始想海印古寺 所有的联友 开始慢慢想 听好 这是一个修 扩展你心量的方法 因为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 就是只想到自己 所以你的心量就这么小 你从来没有想过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听好 这可不是胡思乱想 这是叫你扩展心量 所圆境扩大的一个方法 所以今天要开始 你从新加坡的联友 那新加坡有东南西北 我们现在是在西北讲 你在想 想什么呢 你慢慢的讲 你不用很用力 你想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 云云的众生 就像这张六道轮回图里面讲 有六道 我们是在人道 再看 云云的众生像 无有边际的大海 那各位对大海 可能比较熟 只有哪里 圣陶沙吧 或是你去巴弹岛 要坐船 Ferry 或是有机会 你开车 或是坐公车 经过桥 Woodland 进入马来西亚 我新加坡很熟 因为我这个地方 我都去过 所以讲你熟的地方 你比较容易 升起观想 那有些老菩萨 可能都一直会跟我说 师父我很少观想 那是因为没有练习 就像你想爸爸 想妈妈 不管他在世 跟不在世 或想你的同学 或远方的朋友 对不对 你怎么会想到他 第一个 你脑筋里会想到 他的画面 第二个 你心中会想到 他跟你讲过的话 第三个呢 你会想到呢 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穿着衣服的颜色 所以观想里面 一定有图片 有文字 也有颜色 也有形象 同样的 在观想佛像之前 你要先训练自己的心 比如说看大殿 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非常的庄严 坐在那大宝莲花上 千叶莲花台 那他的身色 造型是金色的 可是事实上 佛的三十二相 佛是彩色的 中国人比较喜欢金色 再看 好 再想 透过巴旦岛 对不对 国车的海洋 圣陶沙 你要想 云云的众生 我们常讲 静虚空 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众生 佛教为什么讲众生 众生就不计指人呢 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十里游的 水中跳的 那至于我今天早上 在我房间打坐 对不对 一只蚂蚁来了 很有趣啊 它就爬到我前面去 对不对 然后就帮它归衣山吧 对不对 可是这只蚂蚁很顽皮 因为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你看 所以云云的众生 不是只有人 你看大海里面 所有的鱼 鱼有各式各样的 你会说 师父我们想鱼做什么 那现在有个问题了 你想鱼的时候 鱼会不会想你呢 答案不一定 因为你要跟它有缘 它才会想你 接下来 好 那可能你会最怕的 想鬼 对不对 对不对 鬼也是众生 对不对 好 再看下面一张 对不对 大海里面的鱼呢 云云的众生 有很多很多的 有编的 有茧的 有小的 有大的 有彩色的 有黑白的 所以云云的众生 所以云云的众生 不是只有你在菜市场 买的这个菜的 假如你还能够全部吃素 那当然很好 你若没有吃素的话 对菜市场里面处理好的云云众生 就摆在那里 好 所以现在 我今天要先教 本来我想教明天教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 不过按照进度呢 我应该是今天教 因为今天教 待会我跟你讲经文 你才会听得比较容易懂 所以现在请关灯 中间这个请关掉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眼睛打开 先想什么 先想大殿的所有联友 先想人 把手掌放下来 你就放松就可以了 你的手掌可以叠着 两个手叠起来 像佛陀禅定一样 放松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先想大殿的众生 所有的联友 我先敲一下引进 敲了一下引进以后 然后你就开始想 等到我敲两下的时候 请你想整个新加坡的联友 所有的联友 所有的众生 人 包含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巴格拉德士 印度尼西亚人 还有很多很多的 包含外国人 你先安住 接下来我会教你想 从新加坡想 很多很多国家的众生 包含地球的众生 那这时候第三个 讲众生的时候 就不单单指人 包含大海里面的鱼 对不对 你慢慢地想 那你不要去害怕 你不要待会想一想 想到鱼 你就吓一跳 不用 你待会想一想 想到鬼 你不用紧张 这只是一个观想的方法 鬼 它不会立刻现在 出现在你面前 重点是 破除你原来 无量节 自私自利的那个心 跟我直 然后透过想 云云的众生 然后你一直想 你可以想多少 你就尽量想 没关系 想到呢 乘坐 我敲 结束的时候 好 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好 眼睛不要闭起来 因为眼睛闭起来 你容易产生幻觉 好 现在开始想 大殿的鱼 从你左右两边 你慢慢想 就像星亮 像蜡烛的光一样 越照越远 越照越广 越照越远 越照越广 这样去想 你就知道 他们在那里 就可以了 不要紧张 你可以想很多次 你就尽量想 想所有 佛经讲 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心中不用念佛 也不要念咒 用你的心 去感受 想到大殿外面 也有连友 想到马路上 也有很多人 再开车 第二项 现在想 整个新加坡 所有不同的人类 华人 外国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巴黄拉德士 所有所有 各式各样的众生 佛教徒 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回教徒 乃至于 不信仰宗教的 一切的新加坡人 只要在这块国土地方上的众生 你的念头一定会跑 没关系 你就让它跑 继续想 想得越广 越大 越好 敲第三项 想整个地球 无量无边 很多国家的众生 这里的众生 包含大海的鱼 天上的鸟 树林里面的昆虫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在金色的光芒当中 眼睛请不要闭起来 打开一半 用你的心去感受 好 最后你可以想 整个银河系 Universal Universe 就是整个宇宙 你想多广 就多广 十方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包含东方钥匙净土 西方 阿弥陀佛净土 乃至于我们地球 都率内院的弥勒净土 乃至于你现在 脚踏着是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所有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像天上星星一样 广大无边的众生 好 结束了 轻轻地动一动 请开灯 怎么样 我想你这辈子 可能从来都没这样想过吧 很少 那在这个想的过程中 如果你常常练习 可能会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 你突然会被吓到 有些人坐一坐 他说 为什么 因为他突然觉得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每天想的就是我 就是走在路上都看 有没有捡到五块新币 对不对 再捡到一百块新币 你看我们的头 常常是滴滴的 就只是看到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但是这样想会扩展你广大的心量 否则 你嘴巴虽然说 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如果各位有拜过大悲惨的人 你就知道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是啊 你在佛堂里 你嘴巴念念的啦 可是待会呢 出了佛堂呢 一个老菩萨呢 走慢一点 快点啦快点啦 你看 你难有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啊 你看 一个众生在你旁边啊 你都不太高兴的 所以佛教徒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修行 当然我没有说你拜大悲惨不好 师父在台湾 每个礼拜都带我的学生拜大悲惨 我也拜啊 但是我说过 昨天讲 同样来拜大悲惨 为什么每个人的功德不一样 结果不同 是因为你的信念不一样 你嘴巴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那请问 假如你的小孩说 妈咪妈咪 Can I discuss with something with you 我可以跟你讨论的吗 可是我们佛教徒 连有些人啊 不是全部 我看到了 sharp Do you know I'm busy 你哪有慈悲心啊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你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不会保佑你 不是说你念没有用 而是你嘴巴是念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的心永远都是这么自私 这么固执 从来没有想到别人 所以别人看到你 也不会生欢喜心 但是你看到 我们看到佛像 或看到有修持的师傅 或是法师 你会觉得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放出来的能量不一样 我很少去讲磁场跟能量 因为这样容易呢 让佛法跟外道混淆 但是事实上它是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佛教徒 我们学佛法 拜餐 诵经 来共修 听闻佛法 你要常常想 我讲是一个 可是我做 是不是按照佛经去做 当然就像刚才的例子 假如你女儿问说 妈咪 妈咪 那我想跟你谈 你可以有慈悲心 你可以说 对不起 妈咪跟你很忙 I'm busy right now Can I talk to you next time or tomorrow 我可以改天再跟你谈吗 所以你的心是给她鼓励的 假如你是一个女儿 你的妈妈常常跟你讲 Shut up 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一定说 算了 My mother is very stupid Don't need to talk Because no result 没结果的 知道吗 就是说 我妈妈是很固执的 不用跟她谈 她是老菩萨 很老 不用谈了 已经供在佛桌上的 那个菩萨 所以就不用谈了 可见 我们学习佛法 并没有把佛法 转化在你的心 所以我刚才说 我不要你念佛 也不要念中 而用心去感受 心是很大的 心是很抽象的 心因为是广大无边 所以它可以生起 广大无边的力量 当你觉得你自己 很自私的时候 你就静下来 想一想 其实新加坡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众生 不同的人类 其实我已经很幸运了 那你就会很感恩 你不会到处就是 complain complain你老公 complain你老婆 complain你的小孩 complain你的老板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想 来再看幻灯片 你跟大海里面的鱼 来比 你是比它有善根的 为什么 请问各位 有没有看过鱼会念 普贤行愿品的 你有没有看过鱼会伸出一只手 来 我今天要做功德 所以佛陀会呈在人间 听好 佛是度一切的众生 但人道的众生 有苦也有乐 你才能够行六度波罗蜜 佛还没有成佛之前 他是先在天上 像现在没了菩萨 在都帅天上 都帅天上的人福报比我们大 他们善根比我们深厚 对不对 他们出门呢 都是呢 坐着大宝莲花 动个念头就可以飞 也不用等MRT的公车的 那天上的人 不好学佛法吗 其实天上人有善根的话 他学佛法比我们精进 但是唯一是 天上的诱惑太多了 人间 很好 地狱恶鬼畜生 鱼 畜生 鸡鸭狗猫 他每天就是为了生存 他也没办法来听经 举个例子 在你们新加坡可能很少 因为新加坡就算没有吃素的人 所谓你们讲的supermarket 肉都是切好的 你知道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马路坐过去 是一辆都说 猪啊 就在过去 我看到的时候 师父都会停下来 我都会要念 歸佛 歸佛 歸神 猪活着做什么 就只有两桩 吃 还有养小猪 对不对 就是吃 跟繁食 那我问你 猪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被杀呀 我问你们养猪公 要做什么 那养鸡呢 就是要他下蛋 对不对 所以当你 出生到的时候 你是没有机会 学习佛法 你更不可能 来拜灿的 你更不可能 来听经的 所以人间 是苦乐参拜 所以佛陀 视线在人间 成佛 但是并不代表 佛陀 不度其他的众生 佛是 所有一切众生 都度的 好 请看讲义 今天看 一百零七页 昨天我讲到 第十六行 继续 我们今天讲 一百二十六颂 讲义一百零七页 第十六行 祭颂 虽作小福德 此意有方便 余诸众生所 殷惜其攀缘 好 请看下面的解释 请看第十七行 请专心听 我今天会讲快一点 不然我们六天时间 真的是很宝贵 若此菩萨 虽作小福 已有方便 可以累积成 广大的福德 福德呢 像须弥山一样 广大 可以聚集在一起 我们中国话 常常讲 聚沙成塔 对不对 聚小成多 一 或以饮食 布施给众生 二 或以花香 慢等 供养如来 第三 他只举两类的例子 可以看幻灯片 幻灯片师傅也把 重点画出来 有不同的颜色 能够提醒你 第一个饮食 的确 我非常赞叹 我非常赞叹 尤其新加坡 很多佛教团体 都有做 礼拜六 礼拜天 送给老人的便当 我也了解 很好 因为新加坡 很多孤单的老人 现在的老人 都不太喜欢 跟年轻人住 因为生活方式不同 那年轻人呢 也嫌老人家 脆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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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烦 所以就搬出去住 那一个人住 当然很孤单 对不对 所以很多 像China Town 很多政府组屋里面 就有很多老人住着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老人快乐吗 有些老人很快乐 他有朋友 下棋 喝茶 做他喜欢的事 有些老人呢 每天坐在那边呢 就是等死啊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 新加坡福利也很好 听说政府也有 给公积金 两三百块 对不对 新币 所以让你 饿也饿不死 也不会大富大贵 那你若跑进赌场 钱花光了 那就没得吃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连老本都赌光了 我要讲的重点是 我们关怀别人食物 这是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 食物是有限的 今天这个人 没有读书 你给他奖学金 帮他读书 很好 今天这个人 没有衣服 你要布施衣服 给他 也很好 这个人呢 生病了 要看医生 没有钱 你布施医药 给他 很好 这都是你很有善根 而且你有 慈悲心 帮助别人 师父很赞叹 但是我要提醒 这物质的供养 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中烦恼还是很多 而且你会发现 有些老人家 第一次你拿给他吃 他很高兴 第二次 又是素的便当 怎么没有南海鸡饭 是不是呢 我告诉你 连友 下次不要送灾 他也好 我喜欢吃那椰浆饭 你就会发现 众生你帮助他 其实他也很挑剔的 对不对 等到你 OK 这个南海鸡饭 我是椰浆饭 帮给他 吃了一个礼拜 下次看到病了 不好吃 请买咖喱肉给我吧 你就可以知道 众生的心是贪得无厌的 你虽然很想帮助他 可是你会发现 假如他能够 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话 其实食物的帮助 是有限的 也是暂时的 不是不好 接下来你要用什么 关怀他 关怀他 Auntie Uncle 你高兴吗 有些人活得就不高兴 可能呢 他要了你陪他 英文讲 Spend the time with them together 你真正心关心他 虽然你没有买东西 他看到你 哎呦好久不见 你看他的心是很开心的 所以可见帮助人 有很多种 现在有个问题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假如他不学习佛法 脾气那么坏 有到处骂人 甚至老人还打人 那他病痛已经很多 来生他就再投胎 老实说会不会做新加坡人 我不太知道 他可能福报响尽了 就投胎到其他国家去了 搞不好到印度尼西亚 Jataka 对不对 走在马路上 Jataka Jataka 那个乞讨的 可能搞不好 投胎到吉隆坡 对不对 投胎到Bugit Bugit是山的意思 搞不好住在山的旁边 或河流的旁边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永远会当新加坡人 为什么 你若修 你就会往上而更好 你若损了你的福报 那你会一世比一世更苦的 所以我很真诚的说 我希望我将来有更多的机会 为你说佛法 但是因为无偿的关系 我开始要去其他国家了 我觉得新加坡的联友 开始要先修什么 嘴巴不要太 complain 你常常抱怨的话 就像一杯水 上面水倒下去 玻璃杯是破的 你的水是会漏光的 所以要先修口德 常常要感恩别人 不要动不动呢 就嫌别人 还有很多老菩萨 你的孩子女儿 愿意照顾你来看你 很好啊 很开心啊 好不容易她工作那么辛苦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来看你 你应该很开心啊 不要呢 一开始就妈 你这个什么头发 真丑耶 一看到 我来看妈咪 妈咪嫌我头发很丑 你这个衣服 多久没洗 这么久都不会照顾自己 养得这么大 你看 要是我是的话 我告诉你 师父要是是你儿子跟女儿的话 我第一个跑 因为你从来没有用欢喜心 去感恩过别人 好 接下来再看 欢灯片 佛教徒当然拿花 有得到代表六度万恨的果报 香代表界定真香 等会我给你看图片 花曼代表花 供养会得像好庄严的果报 供养佛的如来像之前 好 现在有注意听 你为什么要对佛礼拜供养 你花 你为什么要供佛 因为佛是圣者 你总不会对圣淘沙礼拜吧 你们新加坡有两个丢脸是叫什么 怎么说 大声一点 对 你不会在那边 然后对着两颗榴莲一直拜吧 那人家会说你头发不上去 那请问 假如你对着两颗榴莲一直拜 有没有功德呢 你只是运动 没有功德 可是你对着佛像礼拜 有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佛是圣者 所以普门品说 若有人一合掌 对大悲观世音菩萨 用一香花灯果竹 一念虔诚心的供养 你会胜过于六十二亿 恒合沙菩萨的功德 因为观世音菩萨